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戴了两个旧的护照 还有这张这张金团的女金团的唱片 是啦 因为我收藏很久了 因为我孩子也是很喜欢当兵的 好像听了比较好像有一个伟大的心想 好像国家很直直顺顺都可以看 好像别的国家的人也可以来参考 这张就是很伟大的女金团就对了 今天我奖赐了三个礼物 第一个礼物是一个护照的奖赐 给我的父亲李宗盛 他在日本的战争上批评仇 羊更在黎昂安 所以,当时战争丹时战争的 给他的夜战争业出席山猛 而这三个雙手 我会找对他在朗洛,最后一旦年1938 還有立即使用的地方 你的美金 今天我是有些超級攝影機 在 Já past以1952至1956 也是各種妊娥的生活在途中 他們在建立的人 進行工業 在新加坡的生活中的城市 很难知道,很多改变 但是我可以看到 是某木杰,某木杰,某木杰 我认为有些某木杰 从新加坡的西方 我看到有一个发布在 Facebook 我认为桌子的材料 我认为这件事 这件事是个帮助的 他的作品 这个影片 是在和我相似的传统 在1950年里的朋友 他说他有一些 Sabre 8的视频 在他的帮助 他没有在40年里 我显现了真的 我聆意看什么 所以他给了我 解释了 而看到他拍攝 我非常幸运地在这里 我给了一些古典的照片 从我的年轻的年轻人 在我的肯定的地方 我的城市参加了 Hokchun village Fuchunchun 我长在那里 直到12岁 我以前来自一个家庭 我最年轻人的家庭 现在已经不少认识这村子 并不少认识这村子 所以我发现有什么意义 分享这些古代的记忆 与所有人在新加坡 我带了以前的旧照片 这是我们小学的同学 在我们的学校里 跟老师校长和拍的照片 我们一起庆祝中秋节 还有我们到虎报别墅 我们到玉朗的唐城游玩的照片 还有我们曾经到过 当病历的京宫游玩的时候 我们派科同学们一起游栏拍下的照片 这本就是我先生上军官的课程时的特刊 他也捐献出来 我愿意捐献是因为 我觉得这些照片放在家里 不如放在国家档案馆 因为是国家嘛 储存更有历史意义和价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